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国际大棋局的第二节 今天我们就按不同话题 拉开了不同章节 试试行这个新方法 看看各位觉得好不好 因为很多听众都给意见我和台长 希望我们把话题分开 例如每一节有个主题 然后他们觉得不合听那些 可能听两句就关掉 然后起码不会错过那些东西 好了 大家习惯一下 第二节回来台长 我们说些什么好呢 当然香港啦 因为香港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中有两个主要的新闻 其一就是昨天 政府宣布了 现在香港的永久居民 他只要在香港拿到这个新闻一年 他就可以申请去做警员 警员 以及建设督察和附警 这个和以往的做法不同 因为以往要起码七年 后面有很多理由 但是最顶忍的就是 现在要开始研毒 研下有没有毒品的成份 在你的血液或身体里面 反而我觉得后面这个项目 就比前面那个更重要 OK 而且这个新闻 就可能比较多人关心 昨晚也有一些传媒 就在夜晚就PM我 想我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些什么评论 但是大家知道 晚上都不接电话 留在这个节目里面说 如果相关的传媒 如果你有听到这个节目 我就当回答你的了 就不用说你再去访问我 事实上我也不是有什么 特别的珍姿却见 我只是从一个小市民的角度去 看看这个新的做法 有什么效果 其二 可能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两位的外政法官 就是中森庭那里的法官来的 就是持任 基于他们对香港最新的情况 有些看法 这个也引起一些牵然大波的 湯家威有评论 另外一个大律师 Anson Wong 我不记得中文名 因为我也认识他 他也有评论的 律师会又出声 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去讲一讲 但是第一件事我想说 就是现在林郑那个记者会 我觉得真的是 廢到无论 你事实上不是说到什么 特别新的消息 你每一天 你都说这件事是没决定 那件事是没决定 现在的外资走了 那我们又 都没办法 暂时没什么可以做到 不过他们迟些都会回来的了 因为香港就赚了钱 喂大哥 你去讲这些东西 就是跟一个 维园阿伯 他在维园那里 在自己自言自语 有什么分别呢 是不是 你全部都没有 没有一些实质的指导方向 你告诉我 你告诉他 跟着怎么样 外资走了 我们不在乎 We don't care We don't give a shit 那就好过你现在这样说 柔柔而异 所有事情都不清楚 那如果你说这件事 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些人移民 年轻人走 年轻人走了不回来 甚至楼价跌 你觉得完全这些是没问题的 OK fine 那不用开记者会 不用开记者会 是吧 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的 是吧 我知道你没有任何这些 就是觉得需要害怕的事情 是吧 最好你再说你自己 拉斯格路 那我觉得你开记者会 就有理由 好了 那为什么用这个开场法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讲警察 或者招募的情况 或者这些法官的情况 其实都归结了一样的 就是 现在香港那个前途是怎样的 为什么会跟那个警察有关 很明显的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招募的那个人数并不理想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你动设了 你看到在街上那些年轻人 我昨晚晚上到街上吃饭 我都看到的 好像特别 就是见真年轻人都是要搜一下 要stop and search 那久而久之 大家就觉得 就是 就是 政府或者社会 是不是对年轻人 特别是对着 对着某一种颜色的年轻人 他是一种敌意呢 那如果你有敌意的话 我 就是怎么可能 就是怎么会有一种热诚去 去参加这个警务工作 或者甚至几个暴力工作呢 很明显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社会的对立的情况 而且也有另外一个问题的 就是那些人去移民 移民的数目是越来越多 而且可能在那个疫情舒缓的时候 那接着可能那个情况 就是不只是移民 比如去旅行 或者离开香港 短暂来香港的人 我形容是不是出埃及记 Exodus 就是 就是迟些会这样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招募的情况 当然是困难 当然是不如理想 那你需要个要补充的人力的时候 就觉得很紧纯 但是其实 就是这个 就是我想大家去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老生常讨 但是我就不会用这个角度去说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看一看他那个招募的情况 他不知道是前线警员 就是最难去现在去招募 甚至是建杂、督察都有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你说一个在 就是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但是未住了七年 就是在一年已经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了 这些不怕用一个形容的方法 新移民 新移民这个没有便宜的 新移民通常他可能他广东话未必懂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新移民是不讲广东话的 就算他来了全部都不讲的 如果说他可能有响音 但是这个不重要了 现在电视台 也有一些带有响音的记者在那里 久而久之你要习惯 但问题就是一个来香港只有一年 我们现在讲得问一些 可能很短时间 他对香港的情况是否熟悉呢 至少认不认得牢 认不认得哪一条是哪一条路 对香港的社会习惯了不了解呢 譬如之前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个新移民他来香港 在街上收拾了手机 他就拿到当铺去当铺 他后来被人抓了 就说他去处理责账 甚至这个实惠不保也是一个罪 一个罪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譬如说你就算他有一个训练的时候 那很多细节未必会搞的 是吧 会不会来自发生类型 以为在大陆是没有事的东西 来到香港是有事 是这个犯法的 以为在大陆犯法 但大家都说不是犯法的 那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呢 这些也是老生常谈来的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些新角度 就是 那如果你去到建策督察 那是不是建策督察这个位置 你都难请到人呢 这个是一个管理层来的 因为他迟些他在那里 如果做得很好他就升上去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就不会 就是对于现在的那种做法 我就不会觉得大惊小怪 是吧 即使是没有那个人力短缩的问题下 其实这个情况迟早会出现的了 甚至我们可以有个想象 就是根本有一帮要培植的新移民 在上面已经培植了了 他来到香港就是要申请做警察的 慢慢就要填补那些本地 就是所谓那些陀地 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 这些香港人做警察 这些这样的空谓 那我们以前也有句话 我们可能现在不会有 叫做好仔不当差 我们当年 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 现在 现在好像有这些说法 都在很多人心目中 又有重新的一个浮现出来 所以他们都 我想在北京来说 他们都一直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不会大惊小怪 原因就是 即使不是在这个年轻人 他们去入行的那个热性少了 即使这个情况是保持好像以往那样 那他们也会做这件事 因为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 即使对于香港的土生土长的人 他们去担任警方 这个保安的工作 维持一个政治 政治的 保安的工作 他们也未必完全放心 所以如果今次你看到 就是如果是前线的警务人员 他们是人手短缺 就不需要去到这个 建设督察督察的那一部分 都要 那如果是这个都开放了 换言之就是 就是可能迟些 过多几年或者十年 那基本上新移民 就是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移民 他们都会上到那个高层的位置 那我觉得这个是北京才放心的 那如果相当来说 譬如立法会 那现在已经开始有 这个讲普通话的立法会员 就讲普通话意思 不是说他懂得讲 只是说他从来都是讲普通话 他不是 他不是 所以我们就不觉得大惊小怪 但是真是令人惊奇的 就是开始要验毒了 就是开始要验一下 喂 有没有吸食毒品 那我觉得这一下就 喂 是不是现在警队里面 我是问问题 我不知道有来祸 是不是警队里面 都有这种的风气呢 那我觉得这个真是 真是挺令人担心的 因为大哥 你负责那些什么掃毒 那些什么大马 柯卡印那些 你负责去抓 那如果那些 你自己也负责的 那会做出很多一些 就是犯法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看到 那个情况也是越来越惡劣的了 那当然我作为一个 资深的新闻公约者 我就会说一定是 这方面的情况惡化 可能以前也有的 不过以前大家都 现在就因为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 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会放大 就是我希望是后者 那如果是前者 就是你无论政治上 你那个立场或者 你那个 怎样的揽法都不够 都不够的 那你平时吸毒 那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会影响那个 会对我们的治安构成严重威胁的嘛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 真的反而是真的问题了 好了文俊 我觉得你有没有疑问 我没有疑问 不过我就想说一下我的看法 其实呢 香港呢 那个警察 自从说这个 五亿探长时代之后 慢慢就趋向文明化 用了很大的时间去改革 那个形象 和市民的关系 因为他们开始明白到 其实在所有的 叫做民主现代化的国家 纪律部队呢 是服务 是用来保护那个地方的人民 而不是保护那个地方的统治权 和不是用来做欺压的 但是呢 很明显呢 整件事呢 在这个 佔中之后 或者之前 其实都开始了 就是沦为这个 就是完全是 用来打压的工具 那 而且这个 这个时间太长了 那变相呢 他们一直呢 就已经是 处于 那个 他们自己就是这个统治者了 那而对于 这个 北京来说 那他当然 乐于见到这件事 因为 在他们的角度来计 其实是用理智 用现代去管理 还是用高压手段 其实他们不在乎 最在乎就是 一直是可以 管住那些人 那他觉得 既然高压这件事 都OK的 那些人也都是 我接受不了 又走了 那剩下的那些人 就一直走这一套 甚至乎 比国内更加过分 你们都不会 的 下一步 他们就会想这件事 我如何自己 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邓炳强和李家超呢 因为始终那一班 邓炳强和李家超 都是香港人 都是港英寓业 来的 那我当然要制造一个 纯总的李家超 纯总的邓炳强 为什么呢 那在这个统治制度之下 他第二天就可以直接管理香港 而且也可以公明正 但是这个是香港人 他有香港身份证 他这个是香港人 最重要是这件事 你不用管他在哪里 过来的 香港以前也有很多移民 所以他这个思路是 可以理解的 但是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问题 还有廉政公署 你刚才提到五亿探将 那个年代没有廉政公署 没有ICAC 那现在廉政公署的角色 很明显 都不需要我去批评了 你之前你洪维文的那个 那个满演 你廉政专员都可以去的 那就收屁了 现在所有的纪律部队 都不是为了 城市和社会和人民服务的了 他们全部都是为了巩固 这个方便统治来服务 所以呢 这件事也是相对 核心价值是令到很多的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主要人士 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这件事呢 其中一件事 最改变不了的就是文化 正如你如果连那个地方的文化 你都不了解 你不要说不会说广东话 不要说什么 那你连那个地方一直既有的文化 就是你问 譬如说懂不懂路 其实都是其次的 喂 你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是怎样的方式去生活 那个地方的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完全都不掌握的 那这个才是大问题 哦 他不需要你 他不需要掌握的 现在那个思路是这样的 是你适应他 不是他适应你 那这个才是那样东西 刚才我们说的 喂 那就装了那条法例 对了 刚才我引述那个例子 他来到在家里 找到个电话 跟着找到个拆货 那被人抓了 他说 我不知道的 我大陆不是这样的 大陆可以的 那倒转了 那就是说 我来到的时候 这套东西 香港的东西去改 適应他们 好了 这个我觉得因为 这个节目时间 我觉得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第二件事就是那个法官问题 那法官问题 我讲清楚我那个评论的方式 我不是从个法律角度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 就是没有意思了 你用大家正在咬的问题 这件事对于法治 就是不是用法治的角度 而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 那政治的角度是什么呢 就是你香港这个普通法的制度 那还是不是呢 那别人有疑问的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就是我们正在行普通法 只不过是你们不了解我 你们误解我们 就是你不要再用这些方法 譬如你这个终审庭 最高法 就是这个守约法官 你怎么会回应现在这些两位 就是外籍的英国的法官 他们不干了 他们不干了 他们不干的原因就是觉得 不妥了 就是搞下去 连我们都上身了 那还有其他的外籍法官在那里 不过我估计呢 他们相继都会 就是离开的了 因为这个是国际的大趋势 那如果你说 就是它用一个政治的角度 就是很简单的 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国际认证这个制度 还在香港可不可行呢 所以说国际认证就是 我法官很好地 我干嘛要选一个 在英国来的这些外国 他去告诉我 英国是怎么判案法 其实不用的嘛 你自己搞定 你走了这么多年 就是什么判案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 国际认证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国际城市 这个国际城市不是一种的 就是自我陶醉 也不是一种的 就是怎么标榜法 用粗俗来说 我们正在吃死方法 美国来的生意 我们有做 中国来的生意 我们有做 东南亚来的生意 但是这里的人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白面玲珑左右逢源 是不是 我们没有敌人的 我们每个都是朋友 我们每个都可以 大家一起坐下去找 最好就是这样 在以前是这样的嘛 所以我们不会 我们关门自己 在那儿打飞机 自己认叻 我们要找外国的人来 我们做些东西 电影也好 法制也好 医疗也好 会计也好 工程也好 我们要放出四海 给别人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 给别人去评价 我们那个水平 是吧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医療的服务 那据我估计 一直都其实是国际认清的 所以这个 accreditation的问题 我说过一次 我引述过一次 当年我们在浸会的时候 有一间大专学校 浸会学院 升格为浸会大学 Baptist College 升为Baptist University 当时不是你自己有的去说的 不是说你自己 删在门 学校说我 我现在是大学 在大学 首先政府给你钱 也要去评审 但都不够 要找几个鬼佬来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当年来的时候 要升格为大学的时候 就找我们做学生代表 就跟他们谈 他跟你谈几句 知道 你这些学生都有国际水平 都像其他大学的大学生 这样才给你 你可以反驳 做大龙方的做样子 我说是 但是起码 人家真的有外国国来 去看看你是怎样 人家回家就说 这些东西是怎样的 那你就是吃四方饭的好处 你不会独孤一味的 我不会只吃英国饭 我只吃美国饭 大家都吃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 中资产已经起过股市了 是吧 我们由二万几点 一路三万点 一路跌到万八点 不怕 我们有中资产 我们有国家队入市 弹回到二万二千点 那你就弹回到二万二千点 你上不上三万点 你上不上 是吧 那你再出点耐力 再出点那些 所有的宇宙洪荒之力 去弹回这件事 很明显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大家有落差 对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吃四方饭 开门口做生意 来者不拒 是吧 但是你觉得不是 那些人在买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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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要受他们的气 你觉得是受气 你觉得是受气 所以说 我们今时今日搞定了 是吧 挺好的 这些楼价不会跌 一跌倒 我们就有人来说话 是吧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但是问题 现在开始唱衰你 是吧 某大资公 某外资公司说 你楼价会跌 在四年之内 一路跌 跌20% 是吧 甚至星多日报 自己 昨天的头盘头尿 都是说楼价跌的 就是 我 很强烈的一样 我不是用 那个 就是法律角度 就是一个很宏观的政治角度 去说这个 就是 你觉得你够的 那你就继续搞下去 那些人会因应他们自己的适应程度 他受不了他 他就走 那你就觉得走就走 那你就看结果是怎样 那我们的预测就是 你这样下去就不行了 但是正如我刚才第一节讲 就是 那你是最高领导人 你收的料和我们收的料不同 我们收的料是街头的料 日常自己生活的 遇到的问题 你收的料就是 经过过来的 给你一个方向 你去看 你觉得你怎么样 那我们的回应就是 普京都觉得他怎么样的 普京觉得他走进乌克兰那时候 就是势如破竹的了 一直是这样 就是 那些乌克兰不倒理商人 但是窗口不是嘛 那他现在就说 我是被人先的 那你会不会有遇到 同样的情况呢 这个是我们不断强调的 好了文进 这一战是不是很长 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台长啊 其实呢 你不用有个心理包袱 我觉得呢 是不是超时 不是啊 你说话说快了 所以呢 你 因为呢 我时间了 我会算的了 另外呢 有时多5分钟 10分钟的听众都很久 很重要 很重要 我想说呢 香港的一个核心价值呢 就是那种叫华洋交融 而且呢 是叫做那种的先进 先进呢 不只是指科技 是指国际层面和国际视野 那你会发觉呢 那你会发觉呢 其实呢 你不要只是说一些 香港的精英制度下的官员 或者那个叫做行政架构 或者是上市公司那些 其实最简单 香港是再没有第二个梁感祥 这一类型的学者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构成梁感祥呢 其实他不是说 因为我只是熟读中国历史 我熟读这个中国政治 我熟读中国文化 不是的 是他本身 他是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外国 由皇室 以至整个政府架构 国际层面 那你才构成 才可以做到一个国际的学者 一个国际的KOL 去讲到时事 如果要长期 我一直关门 我只是不停就怎么样 好像我这样 我在澳门呢 我有五套 习近平 治国 李正 我有五套这本书 初版我又有 那 也都不停在版有 繁体版也有 简体版也有 你全部东西 你就只熟读了这本 全部背了 那你就只有一个 只是熟习这个习近平思想的梁感祥 那如果你出来 你拿着这套东西去讲国际的东西 你只会被人淪为笑柄 所以 当你一开始 你要锁起这个国家 包括锁起他的经济和人民思想 当然在这个经济上 你到底能不能锁起内循环 这个大家要看 你说那些楼价下不下跌 老实说 你整个香港构成 就是那些精英 那些华阳共处 这个环境 没有了 那你当然会下跌的 那你再下去的话 你去到下一步 一层一层的 去到连一些的学者 一些国际专家 慢慢都流失了 因为譬如你说 他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香港学者 他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香港学者 就是告诉你 香港的东西我熟 香港文化我熟 地上地下文化 古惑东西我都熟 外国的东西我都知道 现在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 外国的古惑东西我都知道 这种的全面性才是香港有史以来一直的核心价值 而这件事 你一直是感觉不到 事而不见 就是因为你一直以来 由四几年到现在 由五十年代到现在 都是在用单一方去看一件事 所以这件事的失去 只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时代的眼泪 而且你说这一节 我们最后 都是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不是?台长 是 二万元 是的 香港政府要快点赔钱 不是赔钱 是拿回我们应有的东西 那些钱是我们的政府 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制造梁感祥 首先派钱 是的 每人两万再加消费券 好 那我们下次回来 好 下次回来 各位朋友 今天我又来到火之神 搭尾班车 但是今天有个非常棒的菜 就是烧牛肉沙律 但是未讲烧牛肉沙律之前 首先要名借 因为大家看到了 今天有一支长颈FOV 高人一等 这支 法国优质的干液 是司徒文俊的陈爸爸 就是世伯 特地送给我喝的 有两支 另外一支 留在家自己慢慢喝 但这个是非常非常之矜贵的 今天你找这支FOV 难如登天 另外就是火之神的老板 相当之细心 今晚就怕我吃的甜品太多 就特别做了这个烧牛肉沙律 烧牛肉沙律 最重要的是牛 我为何试下呢 就是这个牛肉 这个西冷牛扒 就是五成熟 或者高 即大家如果吃不惯 五成可以七成 但就不要全熟 为何呢 太硬了 还有菜 刚才老板下转 非常之美味 所以我会消化这支咖啡 大家记住 这么好吃的东西 现在一定拿来试一下 好了 今天当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 focused菜 摆芝ikt nap 看啩 好吗 不要咬了 你大家好 海洋 很吻 这衦